香港合作時間 Hello 大家好 我是駕駛培訓十超英 這一期 我們介紹一下手動檔踢車 各檔位之間推薦的車速範圍 因為很多人 在最開始學開車的時候 對於每一個檔 適用於什麼樣的車速 一頭無鎖 那么怎么样来判断哪一个档 适用于什么样的车速呢 我们推荐了一个车速范围的判断 那么大家看这里 一档通常是0到30公里范围内 适用于一档来行驶 但是呢 这30公里范围内又分为三个阶段 0到10公里左右 是一档的低速阶段 那么10到20公里范围内 是一档速度的中速阶段 20到30公里左右范围 是一档的高速阶段 我们每一个档位 都推荐了一个适用的车速范围 一档只是一个起步档 只要比人走的速度快一点 就可以混档了 那么人走的速度通常是 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 如果10到20公里左右 这就是这个档位的中速阶段 那么这个就稍微快了一点 等到20公里到30公里这个范围内 就是一档的高速阶段 使用一档的时候 如果是从起步一直跑到30公里 那得把油门踩到底 那发动机就 噪音就非常大了 所以通常我们在路上行驶 又使用一档的时候 是不会这样开车的 是不会把油门踩到底 来达到30公里速度 那么我们推荐的一个 加档的范围内 通常是在10公里左右范围内 10公里稍微慢一点 5公里左右 稍微快一点 15公里左右 这是比较适合的一个车速范围 那么呢 等到二档的时候 二档是10公里到20公里左右 这是这个二档的低速阶段 每小时20公里到30公里这个范围呢 是二档的中速阶段 30公里到40公里 是二档的高速阶段 那么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 哪一个档 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档位呢 牵手不善于 把五个档位的速度都记住 那么这判断车速 有个窍门 实际上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 一档加二档 二档加三档 这个车速的判断 那么一档加二档 比较容易了 我们通常建议呢 是起步了之后 只要比人走的速度稍微快点 就可以加到二档 那通常是五公里到十公里 这样的速度 就可以加到二档 等二档加三档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要判断 它和自行车速度差不多的话 就可以加到三档了 究竟你比自行车速度少慢一点 20公里左右可以 比自行车速度稍微快点 30公里左右也可以 是吧 所以说把这个三档加上之后 四档五档 这个兼容范围放大了 你稍微有一些误差 也不要紧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边加档实际 关键就是这个二档加三档 这20公里左右的车速 也就是说自行车那样的速度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整个这五个档的加档实际的判断 就解决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一档适合于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范围 二档适用于20公里左右的范围 那么就是老驾驶员归纳的 二档20 三档30 四档40 五档50 这样一个规律 好 这一期我们介绍了手动档汽车的 各档位之间的车速推荐范围 目的是想让新手 学会判断 每一个档位所适用的车速范围 这一期就到这里 这里是超英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时超英 喜欢的朋友 请加关注 点赞 或参与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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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